这是炒饭 炒饭 我会用4-5鲜鲜鲜 我会先炒饭 鲜鲜鲜鲜鲜 我已经放了2鲜鲜鲜鲜 我们会看到 这些都是大鲜鲜鲜鲜鲜 如果不足够 我要加多一粒 刚才是加了2粒 但是虽然什么都没加到鲜鲜鲜 除了鲜鲜鲜鲜 我只是加到鲜鲜鲜鲜鲜 2扇份 少许鲜鲜鱼 还加起鲜鲜鲜鲜鲜 这个鸡肉会搅拌,然后我会从这里煮起来 因为家里没有叉烧,我就用午餐肉 用半罐的午餐肉加进炒饭里面 今天炒饭的材料,我们有午餐肉,有五粒鸡蛋 把三粒蛋黄放在饭里面 还有这些葱,大的辣椒,还有盐须 盐须,盐须我把它的根分开来放 还有蒜蓉,还有葱,黄色的葱 还有那个葱头,葱白也放在这边 把这个放开给那个蛋黄腌制,然后我们就现在开始煮 炒肉,下大概一汤匙 一汤匙的葱油在这里 由于我没有炒肉在家里面 我将会使用鸡蛋黄腌炒 鸡蛋黄腌炒 鸡蛋黄腌炒 然后加入鸡蛋黄腌炒 我需要煮鸡蛋黄腌炒 先把鸡蛋黄腌炒 这应该是一种鸡蛋黄腌 我已经加了鸡蛋黄腌 这个已经加了 大概两汤匙的鱼肉 还有椒粉 只有两汤匙 这个是鸡蛋黄腌炒 这个是鸡蛋黄腌炒 我将鸡蛋黄腌炒 让待到鸡蛋黄腌炒 如果鸡蛋黄腌炒 好似乱料 也要待这种鸡蛋黄腌炒 然后在鸡蛋黄腌炒 然后是容易炒鸡蛋黄腌炒 您可以将鸡蛋黄腌炒 您可以代散成鸡蛋黄腌炒 你不用加芝麻 是选择 每个材料你不喜欢 你不用加 我可以把芝麻 现在我已经放了蒜蓉跟辣椒 炒香蛋黄饭 你就可以听到 那个芝麻声 把它全部炒散了 很美的金黄饭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些 接蝦放进去 刚才那个蝦我有加一点点 白糖提味 然后因为午餐肉是咸的 蛋也是咸的 所以我暂时不加盐 等下我们试了之后才做打算 如果吃蛋的人就是这样 不用加盐 如果是还咸不够 咸的话 那么你就要自己试看 然后慢慢的加酱汁 你要加一些麻油 给它的香味放来 大概两汤匙的麻油 然后盐里面 然后粘剂面 盐里面 要留着 摆放在上面 要喷喷喷的 把煮炒 тем haben 还是吃一点 看够不够 够香 然后加两汤匙 两汤匙的酱汁 因为刚才我試吃的时候 我只是吃出它的饭 如果你黏那个蛋一起吃 或者是黏那个鱼餐肉一起吃 那个味道就很够 你加葱下去 这个鱼鱼已经加进 所以你味道在之间 因为刚刚的鱼 我已经加了鱼汁 我已经加了两碗鱼汁 在鱼汁 所以这个鱼汁 加上鱼汁也会酱 所以如果你要鱼汁 如果要鱼汁就会更多 然后你加两碗鱼汁 或是在中间煮的时候 你煮到鱼汁 所以这就是鱼汁 所以这就是鱼汁 鱼汁 你会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要做鱼汁 所以我们要做鱼汁 可以做鱼汁 你会做鱼汁 你会做鱼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